我剛有特別強調的是 我打字的時候一定會打小弦 而且我是單手打 一隻手還要拿麥克風 所以你看我單手打成是都OK了 更何況你雙手打 然後記得這邊善用點 點下去之後你再用選的就好了 後瓜會自動跳出來 你上下選一下 這樣子絕對不會錯 點Raw 你會發現我這邊Range一定是打小弦 如果我把它移開的話 如果發現它這個字沒有變大弦 那表示你這個字拼錯了 這跟打Sales一樣 如果你打Sales 像之前有同學打Sales打這樣子 那你打小弦你移開 永遠還是小弦 除非你多一個什麼S 這個物件名稱沒打錯 移開有沒有變大寫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小訣竅 慢慢我覺得這些都是小細節 你這樣怎麼會打錯 慢慢細節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第一個 我剛剛講過 我希望能夠產生一個手機函數 那個是本來在我們的這邊插入函數裡面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目前它這個地方沒有任何的使用者定義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有使用者定義 就是當你怎麼樣呢 在這邊插入一個 在VBA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記得用Function 那名稱的話我叫手機好了 剛剛這個叫手機函數 那手機函數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會必須給它引述 引述就是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中間就是它把結果返還給你 在Function比較是互動式的 Sub是單向的 就把結果做完就好 那Function是互動 所以它會跟你要資料 再把結果告訴你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Function做完一個之後 請你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呢 你會發現使用者定義出來了 而且手機出來 不過目前它沒有任何引述 為什麼 因為你在那個刮弧裡面 沒有做任何引述 所以你第一個 我需要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這三個資料 所以Ctrl-C好了 那不過你可以怎麼樣 Ctrl-C之後 請你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來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這邊記得後面刮弧 所以你把它貼上之後 第一個 中間加上豆點 它就會跳出來 有個視窗 就會電信業者 門號區 跟門號目 會有三個 那將來如果你要用英文名稱 你就打英文名稱 就OK了 好 這個時候使用者會填資料 填完資料 它會幫你存在哪裡 存在這個東西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一般叫引述 或者叫參數 它就是可以暫時把使用者 點的那個位置的資料 會幫你存在這裡 那你要怎麼去做後續的動作呢 記得喔 它會 也是一樣 我們之前是把結果丟到某個儲存格 計算完丟過來對不對 那 function 剛好是把計算完的結果丟給誰呢 丟給這個 function 自己本身 這個本身呢 就會再放到你的儲存格的位置 所以這個是一個規則 等於什麼呢 一樣 09 所以後面的東西其實跟上面蠻像的 09什麼呢 欸 電信業者 所以它會用什麼 用引述告訴你 所以它會把資料放在電信業者 然後面的話呢 再什麼呢 and一個-的符號 然後再and 這個前後加加控吧 and什麼呢 and那個 門號區嘛 不過要用format 所以這邊搬過來之後 然後and什麼呢 加一個format 然後錢瓜糊 逗點之後的話呢 格式化成三碼 ok 這樣子做一個之後 後面的那個門號末碼都差不多 所以我把這邊怎麼樣 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叫門號 改一個字就可以了 叫末碼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用這三個去跟你要資料 串完之後 丟回來給自己本身 那自己本身呢 儲存格在這裡 所以又會把結果丟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是一個流程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做結果給各位看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 不過不用背 因為這個多做幾次你大概就清楚了 游標放這裡 插入一個使用者定義 手機出現了 按個確定 跳出三個對不對 它透過引述 你就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透過引述怎麼樣 傳遞給那個我們的Function 那Function串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給他自己本身 那因為呢 他自己本身的位置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他又會把這個的結果 幫你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感覺好像有點繞好多圈 不過就是這個概念 好 就繞一圈 就回到儲存格本身 然後呢 我們直接按確定 就完成了 那剩下的東西 因為向下填滿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他向下填滿 會自動抓下一列的資料 就完成了 那這個是手機制定函數的方式 我想這個也不用死背 反正你做過一遍 多做個幾個制定函數 我想你大概就清楚了 不過最後 時間等一下看一下來不來 那當然我剛有提過 因為你要選什麼 選三個 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們常常工作裡面 不需要選那麼多個啊 如果你一直選一直選 十幾個那還得了 所以最好刷一下 直接就把結果填到那個儲存格 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要怎麼做 跟各位講 坊間書籍還真的找不到答案 怎麼做 制定函數 刷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當然我等一下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把這講 你們先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顧一下 那 制定函數 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請特別注意 插入那個 程序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選擇 function 然後手機 第二個就是給它引述 第三個呢 就是把這些引述 串完之後 丟給手機自己本身 那就完成 function的運作了 所以這個 function 相較於 sub 感覺會比較 有一點是跟那個使用者之間 會有比較多的互動 那sub的話呢 其實沒什麼互動 反正呢 就按下去就對了 你上面有什麼 我就把結果給做出來 我也不會問你 所以sub感覺比較有個性 不會問你 Function的話呢 是每次問 你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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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Function的話 會跟使用者 有比較多的互動 那 你想說 那sub跟Function 哪一個比較OK呢 其實反正在工作上 哪一種方式 你覺得方便 就是最OK的方式 這個我想 工具是 看你自己要怎麼用 OK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把那個 剛剛的Function部分 試著把它完成 我們今天的部分 那如果說要變範圍 特別注意喔 一一樣把這個 程式複製過來 二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把名稱 改成叫什麼 手機範圍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邊上面 如果你改了一個名稱 你下面這邊的名稱 一定要跟著改 因為它的概念 一定是丟給自己 你不能說上面改了三個 改肉結 就沒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不需要三個 就只需要一個 叫做範圍 那所以使用者 將來會怎麼樣呢 會選一個範圍給你 所以呢 本來是選三次 這個時候變成 它會是一個 就有點像 本來三個資料 變一個資料 一個資料 就變一個叫做正列 正列的話 就是裡面 一個東西裡面 有好幾個資料 那我們怎麼去解析它 這概念跟Sales 儲存格很像 前面是列 後面是藍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就是1-1就可以了 1-2 1-3 分別把這三個資料取出來 所以我第一個先把它改成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在上面多一行 先丟給個A的變數 那這個A的變數名稱自己取的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呢 當使用者選了一個範圍給你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東西先丟給A 那我裡面的第一個 實際上就是A的瓜糊 第一列的第一欄 這個時候就抓到什麼 電信業者 那門號的話 區碼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個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1-2 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1-3 所以其實這邊把它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原來的東西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意思 所以以後的話呢 反正如果你有很多個 就是橫向的就是 藍就是後面的數字 列的話就是前面的數字 這樣子的話呢 你要選一個範圍 反正你丟給我 我就可以再去做後續動作 返還給自己本身 就是手機範圍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再實做看看 插入行 這邊有個手機範圍 一樣給一個範圍 刷一下有沒有 其實它就在Excel裡面 就一個陣列 大瓜糊 按個確定 其實結果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感覺應該比較順手一點 因為尤其你欄數越多的話 這個就有必要性 那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很快的把綜合練習 REPT加LE 你就文字函數部分 回去請各位花一點時間 把文字函數了解 再來就是利用TEST函數 再來就是錄製去期 再來就VBA 一天一次上課 已經大概講了整套東西了 那下一次上課呢 我們就要再來看 其他範例或者是跳到邏輯函數 我們再看 後面先還給各位 那如果你今天有填你的mail信箱 我一樣會把今天錄影的部分 寄到你的信箱 是一個YouTube的一個清單 然後告訴你說未來論壇在哪裡 如果你需要之後還會收到 那個上課的錄影的話 你就是自己再加到論壇 我會把每次上課的影片貼到論壇 自動會轉信到各位的信箱 那如果你有影片的話 你可以再慢慢去把一些 可能你沒有聽懂的細節 再慢慢再看過 也不用太有壓力 反正就放輕鬆 最重要一定要花時間動手做 OK 那今天的話時間剛剛好 我們就先到這裡 就快了 那今天在錄影 已經可以找到